大桥断成两段 一节节快速脱落 上面的汽车纷纷掉了下去 扑通一声塞到水里 就在刚刚 工人对大桥进行维修 用切割机把路面割开 没想到缝隙处出现一条裂纹 快速向远处蔓延 指甲崩断 路面裂开 小汽车正好压到坑里 随后一头塞了下去 女人急忙翻过十吨 抓住护栏 下一秒 路面脱落 它就掉了下去 洞口越来越大 校车慢慢倾斜 随后掉到河里 钓锁开始崩断 人们跑着跑着 突然地面裂开 小伙急忙抓住桥面 可手一滑就掉了下去 此时很多人被困在中间的断裂处 而大桥随时会掉下去 女人蹲下身子 踩到钢梁上 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终于爬到了对面 而这个女人的眼镜掉了 根本看不到路 只能趴到钢梁上 一点点往前爬 钢锁接连崩断 这时桥面晃了下 幸好他抱住了钢梁 钢伸出手 突然钢梁弯曲 女人就滑了下去 扑通一声落到水里 下一秒 钢锁崩断 大壮一个翻身向上跑去 随后更多钢锁崩开 桥面快速倾斜 人们站立不稳 就固扔了下去 危机时刻 小伙一个助跑 抓住了护栏 大壮也紧随其后 回头一看 桥面跟豆腐一样不断崩塌 纷纷掉到河里 简直是人间炼狱 小伙见状急忙往上爬 可护栏根本承受不住 两个人的重量 正在这时 工程车慢慢下滑 来到边缘 上面的钢筋慢慢倾斜 小伙就掉了下去 吓得大壮赶紧往上爬 突然钢板又滑了出来 朝大壮而去 他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幸好刚才只是一个梦 男人睡觉时 被一只怪物填醒 他扭头望去 那竟是一头山羊 随后就吓了个半死 原来他刚才在石壁上睡觉 而脚下则是身不见底的悬崖 抬头一看 降落伞挂在一棵枯树上 见此情形 他急忙转身 用手一摸 发现崖壁上都是冰块 于是抽出匕首 插入满是脚气的鞋里 又抽出两把握在手中 借助反作用力 狠狠插入尖冰中 手脚并用开始往上爬 冰王就是不一样 很快就爬了9.9米 可关键时刻 匕首竟然折了 他又掉了下去 强大的冲击力 让枯木越发脆弱 男人听到声音 抬头望去 发现枯木断裂处越来越大 他急忙转身 固定好身形后 快速割起了绳子 在树枝掉下来的瞬间 终于割断了绳子 这才逃过一劫 可怎么爬上去 又成了问题 突然想起头顶的山羊 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 从山羊那偷尸后 猛地深吸一口气 趴到缝隙对面 幸好他跟山羊一样长 没有摔下去 然后手脚并用 一点点往上爬 最后终于爬了上来 可上面的冰块 根本承受不住他的重量 又纷纷掉了下去 吓得他急忙转身 拼命往上逃 速度那是相当快 随后一个跳跃 抓住了牙壁 可一抬头 发现一只母羊正注视着他 然后慢慢走了过去 觉得味道不对 就用头顶了下 男人差点掉了下去 可刚稳住身形 山羊又冲了过来 他急忙抓住羊角 向来个鱼死网破 没想到山羊怂了 一点点往后退 最终男人被拉了上来 你说他是倒霉 还是幸运呢 男人喝了口水 背包慢慢倾斜 他急忙去抓 却没站稳 瞬间滑了下去 由于坡度很大 滑行速度越来越快 他急忙拿出登山稿 可雪太松 根本勾不住 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在掉下去的瞬间 终于勾住悬崖边缘 小美急忙滑过来 查看情况 听到大壮求救后 他这才长输一口气 随后一点点往前走 固定好身形后 慢慢伸出右脚 用力踩了下地面 下一秒 就裂开一条缝隙 吓得他急忙后退 大壮也差点掉了下去 然后小心地踩到裂缝处 可刚打算再迈一步 裂缝再次扩大 幸好没有掉下去 可即便这样 大壮也没丢掉背包 小美慢慢伸出绳子 一点点向登山稿靠近 看准时机后 猛地一扔 套在登山稿上 冰面随后就掉了下去 幸好两人没有事 紧接着小美用出吃奶的力气 拼命晃动手臂 把大壮扔到旁边的石头上 可一不小心 包里的炸弹掉了下去 见此情形 他拼命往上爬 炸弹落到地上后 发生了爆炸 火焰顺着牙壁冲了上来 将小美吞没 半天过后 他睁开眼睛 才恢复了意识 正在这时 一条绳子垂了下来 原来大壮早就爬了上去 正当他得意时 突然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猛地一回头 无边无际的大雪迎面扑来 一下把他冲了下去 最终大壮还是没逃脱死亡的命运 一个背包从天而降 掉入万丈深渊 紧接着男人手一松 也掉了下去 幸好有安全绳保护 可冲击力太大 同伴纷纷受到牵连 一个个紧随其后 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蚂 生命危在旦夕 随时都会掉下去 小美一回头 发现卡扣慢慢往下滑 显然他支撑不了多久 下一秒 人们又下落了三米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下面两个人还不停地挣扎 绳子晃得非常厉害 卡扣越来越松 他们必须尽快想办法 正在这时 大壮手一松 下面两人就掉了下去 随后赶紧抓住绳子 他们获得一点喘息时间 稳住身形后 老霸让小美自救 她取下腰间的挂钩 伸长胳膊 想把挂钩固定在缝隙里 可还差一点点 她拼命摇晃绳子 可还是够不到 而上面的卡扣越来越松 在小美不断挣扎下 马上要掉出来了 大壮看到这些 非常冷静 让儿子拿出匕首 然后割断绳子 可她根本下不去手 大壮说 如果不这么做 他们三个都会死 儿子经过痛苦挣扎 匕首慢慢靠近绳子 眼一闭 轻轻一滑 大壮就掉了下去 两人也成功获救 看到这里 你还敢玩极限运动吗 美女的脸皮垂了下来 她急忙用手挡住 那绝世龙眼 生怕服务员看到 仔细一瞅 腿也快速膨胀 变成一堆肉疙瘩 见此情形 她急忙往外走 顾客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可刚走两步 突然脚下一卵 就摔到了地上 衣服撑开 地上就多了一堆饺子馅儿 她皮薄馅儿大 粉嫩多汁 下一秒就撞破玻璃 涌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多 不一会儿 就来到马路上 吓得人们四处逃窜 可这个女人不害怕 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 让她冷静点 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可根本无济于事 木乃一见状 也快速跑了过来 可跑着跑着 突然胸前射出一道白光 她的灵魂就破体而出 在空中不停地游荡 肆无忌惮地搞着破坏 正在这时 一辆校车驶了过来 正好撞到汽车上 女司机一抬头 看到前方的饺子馅儿 急忙逃跑 可车门就是打不开 危机关头 女人已用力 身上就冒出无数火焰 不过变身失败 只有头发生了变异 铁头人见状 走到校车前面 眼看饺子馅儿越来越近 她蹲下身子 把手插进水泥路面 手一用力 竟然掀起一块300斤的水泥 然后举过头顶 向前走了几步 而饺子馅儿越来越近 没过多久 就来到进前 沿着水泥板慢慢爬了上去 达到最高处时 就流了下来 这时饺子馅儿说 铁头说 原来小美是个一线演员 90年前 作用粉丝 800人之重 可一次拍戏时 木桥突然断了 她就掉进河里 正当绝望时 一团绿色气体 算入体内 被救上来后 人们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好心人拿了块镜子过来 可看到自己的绝世龙颜后 她彻底崩溃了 扭过头去 想逃离这里 可腿也渐渐变了形状 幸好被吴明博士收留 几十年来一直容颜不改 而其他成员一个比一个厉害